根据史记孝武本纪的记载 刘志不是汉景帝的长子 汉景帝最初策略的太子也并不是他 可以说景帝朝的储君之争 刘志一开始并不占据优势 但他为什么能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最终成为景帝朝真正的太子 敬请关注王力群独史记 汉武帝之既为太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一集王力群献上讲到 力群因为政治幼稚 再加上王夫人从旁山峰点火 最终是汉景帝做出 贬吃力群废掉力太子的决定 而根据史记梁孝王世家的记载 力太子被废后 斗太后马上跳了出 要为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 争夺储君之名 这个时候 潘景帝利用朝义的机会 让大使们重演 说服斗太后放弃这个当作 梁王刘武登陆储君之位 就这样失败 那么梁王刘武会就此罢休吗 而黄石子刘治 在一开始并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卫生能从境遇中脱领而出 最终成为景帝朝真正的太子 敬请关注王立群独始记汉武地址 既位太子 上一集我们讲到 汉景帝在景帝前七年 废掉太子刘荣以后 道太后第二次发力 提出来要让梁王刘武 截替储君之位 这等于说是给汉武帝 汉景帝第二次出了个难题 汉景帝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的呢 你可以回忆一下 汉景帝在卫立太子之前 他先说传位给梁王 等梁王一立大功 他再不提了 马上立他的皇长子 等皇长子一废 窦太后再次提出来 他交给大臣们去说 然后他也不解释 让大臣们去说服窦太后 窦太后在道理上就觉得 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后患极大 所以梁王就基本上被排除了 当然这个排除 是在窦太后那个地方被排除了 而且这个事情 汉景帝做的是不显山不漏水 他们又反对 他同意 是大臣们不同意 但是实际上 大臣们的幕后主持人 那个幕后指挥 那个幕后的手 就是汉景帝 他首先要派出梁王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汉景帝为什么一直在阻挡梁王 去做出君 为什么 一个是亲情 窦太后想立他的儿子 汉景帝何尝不想立自己的儿子 再一点 组治 汉朝的组治 是父子相传 第三个原因 梁王的交恒 梁王由于窦太后的支持 窦太后的赏词 所以梁王虽然封在梁国 做一个诸侯国的国君 但是他的出入 他那些仪仗 完全比照天子的仪仗 所以汉景帝听了以后很不高兴 这三个原因 亲情 组治 还有他的交恒 都导致汉景帝不可能传位 给梁王 当然 窦太后的第二次发力 又被汉景帝给化解了 根据史记 《魏姬侯列传》的记载 窦太后在一次家宴中 曾经提出 立梁王为储君的建议 这是窦太后 为梁王争夺储君之位的 第一次发力 但没有主动 关于这件事情 王立军先生在上一集 《储君之政》中 已经讲过 而王立军先生 在刚才的讲述中 又提到窦太后 趁着汉景帝 废掉立太子卢蓉 储君人选 暂时空缺的机会 第二次发力 再次为梁王 争夺储君之位 但又一次失败 那么梁王 会因此放弃 储君之位的争夺吗 他下一步的取托 会是什么呢 这次发力被化解以后 梁王心里非常不服 他就派人去打听 谁坏了我的事 后来一打听 袁岸和朝中的一帮大臣坏了他的事 结果 梁王是真大胆的 他派刺客进京 把袁岸和参加朝议的十几位大臣 全部刺杀 你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国君 因为没有立你为储君 你竟然敢派刺客进京 把大臣给杀了 这件事情当时是惊动了 整个朝野的一件大事情 一个国家的大臣 一夜之间都被杀了 这还了得 汉景帝就下令立即追查 而且汉景帝马上就意识到 这个幕后的主使人 很可能就是谁呢 就是他那个小弟弟 刘武 梁王刘武 而且派人 立即派人到梁国去调查 果然不错 查来的结果 抓住人 抓住人最后一追查 就是梁王手下两个最信任的人 他们干的事 而且当中央政府的人 到梁国去逮捕这两个人的时候 这两个人竟然藏在了梁孝王的王宫里边 不出来 当然中央政府不能到王宫里 直接去逮捕他们 所以汉景帝这时候就发诏书 发了很多 一天一个诏书 要严查凶手 最后 又是韩恩国 亲自出面 去给梁王刘武 讲了一番话 这韩国这样说 他说大王你想一想 他说你和当今天子的关系 和当今天子和那个被废掉的临江王刘荣 就是原来那个废太子 皇长子 哪个关系进 那不用问 他们是父子关系肯定比我近 对呀 你明白他们的关系那么近 就是因为刘荣的母亲说错了一句话 他的太子被废 废为临江王 为什么 这是因为历来朝廷办事 是不能够阴私费工的 现在是太后保着你呀 如果太后百年之后 你依靠谁 这么一来 梁孝王这么一听 大惊失色 这才同意 交出凶手 这两个人一听说 梁王要交出他们来 这两个人就自杀了 然后梁孝王亲自进京 赴京请罪 化解了这场危机 所以这个储君之争 一直到这个时候 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个梁王是夺 夺不过来 然后名字就抢 抢也抢不过来 最后到沙大臣 其实梁王这次就是死罪啊 结果还是看着 窦太后的面上 没有杀他 所以 这个梁王 呆了一段就回去了 回去心情很不好 过了没有多长时间 他就中暑死了 刺马迁在史记梁孝王世家里记载 梁王派刺客 刺杀了反对立他为储君的大臣 这是景帝朝的一件大事 这件事追查的结果 是梁王刘武 失去了争夺 储君之位的资格 他心情易 不久重熟死去 这样 有能力竞争储君的人 就只剩下 王夫人的儿子 黄十子刘志 于是 在公元前一百五十年 汉景帝立王夫人为皇后 把王夫人的儿子刘志 改名为刘彻 立为太子 那么 我们就有另一对疑问 刘彻四岁被封为焦东王 七岁就被立为太子 这么小的孩子 他不能左右自己的命 那么 在景帝朝的储君之争中 他为什么最终会胜出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王立群读史记 汉武帝之 继位太子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五个女人的角逐 讲到梁王失败为止 算基本告一个段落 下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中间 没有仔细地梳理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黄十子刘彻 既不是嫡长嫡子 又不是长子 他为什么能够继位 这我们要追溯一下 这几个人的情况 我们一个一个地讲 我们先看一看那个伯皇后 这个人 是汉景帝的祖母 伯太后 指婚 给他指的 指定的 伯皇后看来 很明显是个悲剧人物 他这个悲剧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 这个伯皇后 不具备 笼络 汉景帝的 客观条件 和主观能力 两个方面都不具备 你不要小看那个王夫人 我们前面介绍过 王夫人是嫁到金王孙家 然后又给人家强行离婚 生了一个孩子 又过来了 但是他具备 得宠的客观条件 和主观条件 这个伯皇后 虽然是正宫娘娘 但是他不具备 这个笼络汉景帝的 客观条件 和主观条件 就是他能力比较弱 客观条件也不太好 他只不过是有一个 豪族母 所以他做了这个皇后 这是他的一个悲剧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后台的支持力度不够 他的后台 是个伯太后 这个老太后能活多长时间 汉景帝前二年 这个伯太后就去世了 所以他只是依靠伯太后的支持 而这个伯太后的支持 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这个伯太后是汉景帝的祖母 他老奶奶 老奶奶能活多长时间 一旦归西 这个支持力度就没有了 这是个悲剧人物 但这个人 在黄十子刘彻继位的问题上 你别看这个人 不齐耳 他的存在阻止了 立即 在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同时 被立为皇后 他阻止了 因为在立太子的时候 伯皇后并没有被废 伯皇后是景帝前六年被废 立太子是景帝前四年 所以立皇长子刘荣为太子 没有立即为皇后 是因为还有一个伯皇后存在 虽然他是早晚要被废的一个人 但是他占一天味 他不疼这个味 别人就顶不上去 所以他的存在 客观上阻止了立即和他的太子 同时被撤立 此撤立的太子 没有撤立皇后 由于他阻止了立即 在儿子被封为太子的时候 自己被封为皇后 他就给王夫人赢得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那么这两年的时间 等于说王夫人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去笼络 长公主可以做好多工作 如果不是伯皇后的存在 立太子被封为太子的时候 立即同时被封为皇后 当然可以将来把他们母子同时废 但是你同时既废皇后又废太子 比那个指费一个太子难度要大得多 所以 对于伯皇后在皇后 在皇室子继位的途中 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就站着味 就起作用了 就发挥作用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 王志 王夫人 王夫人的评价 我们可以借用 京剧沙迦邦的一句台词 这个女人不寻常 她是个非常了不得的女人 她在皇室子继位的途中 可以说 她有四步棋都走对了 而且非常关键 这四步棋 第一步 尊从母命 她妈 三儿 叫她给京王孙离婚 她就毅然决然地离婚 也不要自己的丈夫了 也不要自己的女儿了 至于将来能混这个什么样子 一概不知道 她就毅然决然地给京王孙 拜拜 分手了 然后她就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到太子宫中去了 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第二步 博得宠爱 得宠不得宠 我们看看她的孩子你就明白了 那个博皇后 是一个孩子没有生 无子只是个现象 无宠才是本质 你看看 这个王志进入宫中 生的是一龙三凤 生了四个孩子 她那个妹妹王逆徐进来 更厉害 更厉害 生了四个儿子 她姊妹两个人 进到汉景帝 这个做太子的宫中以后 为汉景帝 生了八个孩子 这说明她姐妹两个人 都具备 笼络 做汉景帝的客观条件 当然还 这个汉景帝 她这个 这个几个妃子 她这个妃平 比较奇怪 就是得宠的 都是能三个四个的生 不得宠的是一个也不生 那个就说明 汉景帝对她得宠这些妃子 她是经常在一起生活的 所以她能连续生 第三 巧抓靠山 王夫人更了不得的 就是凭借着她的敏锐 她发现长公主刘嫖 是个极其有用的人物 她就死死地抓住了刘嫖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第一需要有眼力 你得看出来 谁将来最能为你办事 第二 你还能贴得上 让人家心甘情愿为你办事啊 所以她发现了刘嫖 而且利用了刘嫖 这一点 是王夫人得以成功 非常关键的一步 第四步 自我炒作 这个王志这个人很会炒作 我们前面介绍过 他生刘彻的时候 他竟然说了句什么话呢 梦日入怀 就是在他怀孕的期间 他梦见一个太阳 吞到肚子里边呢 生下来就是刘彻 这按我们今天营销学的角度来看 这叫包装啊 这叫炒作 包装给炒作 当时 汉景帝就说 死贵政也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贵重的一个象征 当时没有起作用 但是后来 后来这个包装给炒作 就发挥作用了 当汉景帝越来越讨厌利吉的时候 他就不时地想到那个 梦日入怀的王夫人了 可见那个炒作 那个包装 当时没起作用 几年以后还在起作用 你想想 进入太子宫中那么多女人 谁又没有想起来炒作自己 就这个王智 自己炒自己啊 没有借助媒体 是吧 他自己又给自己炒作起来了 说明王智这个人非常聪明 他这四步棋 你看 尊从母命 博得宠爱 巧抓靠山 自我炒作 这四步 为他的成功 为刘智的 这个继位 都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 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景帝朝太子之位的争夺中 国皇后和王夫人 他们一个是无意 一个是有心 都起到了对利吉和利太子无力 对王十字刘智有利的作用 而根据史记 外籍世家的记载 在汉朝的宫廷中 能对汉景地产生影响的 除了伯皇后和王夫人 还有利吉 长公主 斗太后的 他们在皇十字 刘智 最终被策立为太子的握头中 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王立群读实记 汉武帝庭 继位太子 下面我们再说说 那个利吉 利吉绝不是个坏女人 利吉缺少的不是人性 利吉缺少的是智慧 利吉这个人并不坏 直肠子 井地脱骨 他为什么发怒 他发怒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你平时宠这个宠那个 宠了一大堆 等到你不忠了 你要断气的 你叫我去照顾他们 我不干 他是个直肠子 其实的这种人并不坏 但这种人不适合 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间 应对自如 所以他缺少的是智慧 但并不缺乏人性 这个人在皇室子继位的宫廷斗争中间 他起了什么作用呢 两点 两个作用 第一 他的存在 转移了窦太后的注意力 窦太后想立 他的小儿子做储君 把注意力都盯在 立即给皇长子刘荣的身上了 没有注意到这个王夫人 是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转移了窦太后的注意力 第二 由于他的愚蠢和不理智 他给王夫人的胜抽 提供了一个机会 如果他足够的理智 如果他足够的聪明 没有王夫人的戏 王夫人再不寻常 没机会了 由于他的不理智和不聪慧 给了人家的机会 第四 长公主刘朴 这个人在皇十子胜出的过程中间 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看看刘朴这个人 刘朴这个人 要叫我来概括的话 这个人性格中间 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了 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贪 第一 贪宠 第二 贪贵 什么叫贪宠呢 他已经是长公主 已经是当今皇上的亲姐姐 他还不断地向他弟弟推荐门女 为什么 淘他弟弟的喜欢啊 博得他弟弟的宠爱啊 博得当今皇帝的宠爱 这叫贪宠 再一个 贪贵 你想想 你那么一个长公主 她之所以给王夫人联手 她之所以给立即闹翻 都是为了一个原因 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的女儿 成阿娇 将来能够做上皇后 已经是够贵的了 还想更贵 作为一个女人 不能贵为天子 起码贵为皇后吧 这个人最大的性格上 最大的特点就是贪 贪宠 贪贵 她起了两个作用 她在黄十子刘彻的圣诚论 她起了这么两个作用 第一 她种下了汉景帝 对立即怨恨的种子 这个怎么讲的呢 因为她不断地 给汉景帝面前说立即的坏话 不断地讲立即的坏话 其实汉景帝 是听进去了一半 又一半没有听进去 但是最终还是听进去了 这个种下来 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呢 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 等到大臣们要立即为皇后 这个种子就一下子 一分钟就开花结果了 所以她起的第一个作用 就是这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 她为王夫人给刘志出了大力 可以说出了大力了 当然她这个出大力有她的私心 因为只要刘志当上太子 她的女儿将来就是皇后 所以她甘愿出力 她这个出力是王志做不到的 你比如说 就拿这个诋毁立即这件事来说 长公主说是恰如其分 汉景帝一点都不会责怪 反过来 如果是王夫人三天两头 跑到领导那去告立即的状 你想想那个领导对王志 是个什么看法 所以王夫人直接向汉景帝 告立即的状 是最蠢最笨的方法 因为他这样做 很可能使得其反 汉景帝也是个很多疑的人 那么你诋毁他 是不是你想去而带着呢 这都是很现成的 马上就会想到的 但是由于长公主去告状 王夫人就洗刷得干干净净 与他毫不相干 实际上 长公主充当了王夫人的代言人 所以他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王夫人 他最后能够胜出 而刘志由皇室子一月称为皇太子 他们母子两个的胜出 其实都和长公主刘朴 关系十分之大 所以在刘彻的胜出这个问题中间 刘朴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 这是第四个任务 通过王立群先生的讲述 我们知道 景帝朝太子之辈的最终确立 和皇后 王夫人 丽姬 长公主 这四个女人都发挥了作用 而他们发挥的作用 还都对皇室子留置有利 根据史记外籍世家的记载 景帝朝还有另一个很有权势的女人 他在皇室子留置继位的问题上 提到了什么意义 对这件事情 王立群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 第五个任务 豆太后 我们先说说对豆太后的评价 我刚才对刘朴的评价就一个字 贪 对豆太后的评价 这个人不但贪婪 而且霸道 他的大儿子当皇帝了 他还让小儿子也当皇帝 从而言之让他的儿子都当皇帝 你说贪婪不贪婪 一个当娘的 有一个儿子当皇帝就足够了 你要有十个八个儿子怎么办 来的个儿都轮一个遍 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做母亲做到这个程度上 要让自己的儿子挨着便当 都来过把皇帝饮 太贪婪了 这一点给长公主一个样 他们不愧是母女两个 再一点 霸道 霸道到什么程度呢 他竟然 几次发力 未来太子之前的发力 废了太子以后他又发力 两次公开提出来 要废除组组织 立幼子 刘武为储君的继承人 当然他这个霸道和他的地位有关系 他是皇太后 而且这个人还特别爱管事 汉朝的这些太后 好多太后都是特别喜欢干政 从吕后一后 薄皇后 窦太后 这窦太后特别厉害 我们下面还会讲到这个人 不断地干政的事情 窦太后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蠢 窦太后蠢在什么地方呢 窦太后蠢在 她不知道 她的小儿子刘武 不可能当上皇帝 而且也不适合去当皇帝 一个胆大妄为 一个诸侯国的国君 就敢谋杀大臣的人 要当了皇帝 那还了得啊 谁也管不了他了 这是不可能的 不适合他当 再一个不可能 不可能实际上这一点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窦太后让自己的儿子 当皇帝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作为母亲 对自己的儿子亲 但是你没有个换位思考啊 那你爱你的儿子 如爱如子 必爱彼此啊 那个做父亲的汉景帝 他也爱他的儿子啊 你光想着立你的儿子 那么做父亲的汉景帝 想立他的儿子怎么办呢 因为你不可能当得上 这一点他始终想不开 这就是他的蠢 那么 豆太后这个又贪 又霸又蠢的这个老女人 她在皇十子继位的问题上 她起了个什么作用呢 两个字 延缓 他起了个延缓的作用 因为汉景帝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 一直是非常迟缓 他景帝前元年继位 到了景帝前四年才 匆匆忙忙立了太子 立太子是为了赌注梁王 等这个太子被废以后 梁王第二次发力想当的时候 他废的太子是冬天废的 到了下四月才开始 重新封王夫人为皇后 封了王夫人为皇后以后 又停了十二天 封王夫人的儿子刘志为太子 这个中间相差的 至少有四个月以上 为什么等了这四个月 其实汉景帝就是在等 处理窦太后的问题 窦太后的问题不解决 他弟弟梁王的问题不解决 他没有办法封自己的儿子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给时间 所以窦太后她起的作用 只是延缓了王夫人 册封皇后 延缓了刘志 册封太子 她自起了一个延缓的作用 但是她不能够从根本上阻止 刘志登上太子之位 那么我们上面讲这个情况 我们归纳起来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五个女人在相互绝逐的过程中间 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最终导致黄十子流彻即位 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 五个女人在发挥作用 其实五个女人都抵不过一个男人 这个话不要理解错 我不是说我们这五个女人赶不上一个男人 我这是有特指的 五个女人指的就是 皇后 立吉 王志 长公主 窦太后 这五个女人 一个男人是谁了 如果我们把整个汉王朝比作一个大公司的话 那么汉景帝就是最后拍板的董事长 他有决定权 他有最终的裁决权 那么汉景帝对这个太子的继位 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怎么样保证 他立的太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继位呢 请看下集 景帝清账 谢谢 王立群先生根据史记外戚世家 为我们梳理了五个女人左右太子之位的角逐过程 皇十子刘彻最后一军突起 接替了刘荣成为新太子 然而在立太子这件关系到国之根本的大事上 汉景帝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那么他在刘彻成为继位太子的过程中 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